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腾君 在这里介绍一下香猪的制作 香猪是佩服香的一种 古人常当作项链或者手串 还有的用作佛猪 怎么样 这个项链是我自己做的香猪 还有这个手串 好看吗 那么我们大家都可以在家自己制作 在古代呢 这种可以在家自己制作的香猪的饰品 受到了广大妇女的追捧 香猪是她们极其常用的生活用品 佩戴香猪有装饰 还有保健的这样的双重的作用 香猪还是古人在遇到急症时候的保命药 也就是说 着急的时候可以赚下一颗吃下 好 在这里 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 记录于城市香谱中的香猪 我们来看一看香方 香猪 有什么香料呢 零零香 用酒洗一下 这是说之前炮制的方法 干松 酒洗 茴香 各等份 茅香 酒洗 木香 少许 霍香 酒洗 此香 夺香味 少 川胸 少许 川胸呢 也是我国目前使用的 塑胶救心丸中的一个主料 桂心 也可以说是桂皮 少许 檀香 等份 白纸 面里烧熟 去面不用 这说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把白纸 想做一个木头嘎的 先在外面呢 裹上面 在火里烧 烧出以后呢 再把面壳包下去 的意思 牡丹皮 久请一日晒干 看来 炮制的过程 是十分讲究的 三奈子 现在我们普遍称为山奈 加白纸质 少用 大黄 蒸过此项 收香珠 又且 染色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 我们做好的香珠 外面 可以裹上一些大黄 增加它的颜色 右键 右边这些 如前制度 如长法 去把它泡制 晒干 和和为细末 用白鸡末 和面 打糊为继 看来还是要加上白鸡粉 随大小圆 趁湿穿孔 拌干的时候呢 用色香 用色香 稠 调水 为一 也就是说 做好的香珠的外表 要抹上一些色香水 以增加它的味道 好 这里 我已经准备了 这些香药 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是 零零香 甘松 茴香 茅香 木香 霍香 川胸 桂皮 檀香 白纸 牡丹皮 三奈子 也叫山奈 大黄 好 我们把它 和一下 把这些药粉 和在一起 和匀 好 接下来 我们放 百分之三十的 白鸡粉 好 我们接着和一下 然后 我们就 放入 温水 这个水呢 最好和 人体的温度 差不多 好 三十度到四十度 这个硬度呢 还是要求呢 像 橡皮一样的硬度 如果太软了的话 那么 做成的成品呢 就容易 开裂 我们的香泥就做好了 好 开始做香猪吧 那么 香猪的大小呢 一般呢 可以这样考虑 男士呢 是1.5 女士呢 是0.8 好 可以这样称一下 好 做的时候呢 还是 先做一个三角 然后把三角的四个尖 再把它压回去 这样反复的压几次 里面 就拾了 拾了以后呢 放在手心 好 这样揉一下 轻轻的揉 揉一下 好了 好 趁着这时候呢 我们再拿 一束钻 给它 扎一个眼 好 看着了 上下 对准 好 进去 好 右旋 好 左旋 拉出 就可以了 如果这儿 有出来的香泥 也可以把它拔掉 好 那么这个香猪 就做好了 好 我们再做一个吧 好 买一个香泥 揉一下 1.4 1.5 好 正好 那这个过程呢 也可以补充 凭眼力 好 第二个香猪 也做好了 不难吧 晒干后的香猪 就可以开始穿了 我们用0.8的 这样的尼龙线 穿我们这个珠子 好 穿的时候呢 注意大小 就是说 把大的珠子 放在一起 小的珠子 放在一起 这样呢 看起来就比较顺眼 不要大大小小的 当然呢 你如果做的时候呢 经过很严格的称重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 女生的珠子呢 一般是18颗 男生的珠子 一般是20颗 就差不多了 采珠放多少呢 最好少放一点 这样呢 不会把香猪的存在感压下去 我这个珠子 基本就这样了 然后把它系起来 系紧 然后我们用剪刀 把多余的线头 把它搅下去 好了 香猪就做好了 怎么样 带上试试吧 嗯 很不错 一点也不难 香猪 以常用为好 越带越润 如果夏天 染汗太多 可以准备一盆 滚烫的热水 把香猪 在里面起一下 然后拿出来 晾干 香气如初 嗯 不用的时候 应该放在塑料袋子里 密封起来 在当今的古董市场上 偶尔还可以看见 200年前的老香猪 老香猪的硬度 如同木头一样 好了 就说到这里 谢谢